貌似像SPS QBO这种名字都是很少有人赢的 特别是QBO这把枪 我还真是连碰都没碰到过 今天就来挑战一下只用他赚6G装备 枪是改进的 配上GG天赋也有近几30%的伤害加成 不知道打6G甲伤害怎么样 开局先来个反击道行指 前面那人做梦也想不到吧 看见他了 明显是根本就没想到啊 这也太干净了吧 接下来我选择去山顶 去找上面复活点那人 你看这不是巧了 运气好 没想到真能遇到 一般都提前翻出来了 结果装备又不太行 捡个狗牌也不算白忙活 这枪4G套啥的还是很轻松 而且比大炮啥的稳定多了 哎 人机开枪了 这是打谁呢 我这边还有其他人 都追出来了 看他们帮我指路 哪呢呀这是啊 我知道了 在大树呢 Nice 感谢人机大哥的帮助 别说得到6G装备了 直到现在见都没见过 这样看来学校也是没人去的 我先来商店看看 不错呀 信号枪 探测线 BOSS果然没人打 这次他背了个四级包 这枪打BOSS我还是抽一次 有点慢呀 花了两分钟时间 终于搞定了 凉了 连把改进的枪都没有 四级包还是预料之中的 哎 有人来了 在这守着真是太好打了 坐档他进来 这你还不死 怎么搞的 认真玩了 这把BOSS6G装备 先来看一下 看看这人挨没挨过打 明显是没挨过呀 丝毫不防备我这边 这下他就知道了 下次再复活到这个地方 肯定有所防备 我也算是当一回好人 回报有点少啊 商店看一下 这里有个盒子 不错呀 别人不要 正好我要 我也有榴弹炮的人了 可惜没有信号枪了 不过我可以多买点子弹 出来的时候带少了 不出意外 BOSS又没人打 依然背了个四级包 哈 粉光 哇 本赛季第一把带皮肤的枪 BOSS终于给力了 这个BOSS打得直 nice 工匠BOSS刷在水城 去凑个热闹 有人在打 机会来了 先上他 奇怪了 能看见BOSS却看不见人 这BOSS打谁呢 等了几分钟也依然没找到人 BOSS都回去了 我打吧 还是这个地方能打到头 慢着 有脚步 绝对没有听错 这人不知道在哪藏着呢 我去木塔上瞧瞧 看见了 拿命来 这是想偷袭我呢 偷记不成十八米了吧 又来一个 六击甲 nice 我有预感 六击甲要掉了 这人还行 重点来了 果然是红光 和预料中的一样 这件六击甲来的简直不费吃灰之力呀 可惜没有辐射板 接下来还有一个BOSS的包可以舔 好久没出红光了 这么给面子 又一件六击甲 好家伙 这BOSS爆发了 还有把镜子大波罗呢 这不可以呀 背包实在装不下了 留下好多装备 你见过这么大的鸡苗吗 怎么样兄弟们 羡不羡慕 返回了 最后四分钟 应该也没啥人了 随便跑 哎呀 糟了 是不好的预感 我郁闷了呀 包里一堆装备呀 这下更郁闷了 独眼神七楼二也没了 果然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大意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